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又跟大家說說美奈 美奈又有她最新的消息 日前美奈在她的IG 即是Instagram的平台發了通告說 感謝大家十年來的陪伴 美奈頻道將會暫停更新 我們非常抱歉各位珍狀 與此同時,澳門高登起底組的Facebook群組 亦有網民分享了一張疑似由美奈創辦人六豪指 向內部職員發出的信件 內容主要提到 今次悲劇的教訓實在太大 我們需要時間去讓私水沉澱 反省過去的不足以及思考未來的路 大家都知道上個月二十六號 美奈前經理人阿禎 因為受到抑鬱症的困擾輕生離世 留下千字文控訴前公司美奈的文化 包括成員作出種種的欺凌 恐嚇行為等等 事件持續發酵 這半個月來,持續有美奈旗下的人 藝人紛紛割席 亦都發起種種角色各樣的抵制 很多幫美奈落過廣告的廣告商 亦都表示不會再跟美奈合作等等 美奈原本在今個月的十二號 舉行他們十周年演出 亦都已經取消了 在10號那天就在專業宣布暫停更新 來自澳門的YouTube Channel 美奈自從阿珍的事件之後 大批網民發起抵制美奈的行動 曾經跟美奈合作過的品牌 例如24Storage 亦都在時候宣布終止跟美奈旗下的藝人阿成合作關係 亦都將廣告的影片全部下架 另一個贊助商24.7 Fitness 亦都宣布終止贊助美奈十周年 以及相關的宣傳 不過他的健身室被懷疑 有同名的澳門公司董事之一 美奈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Jacky李偉倫 則同名 質疑本身24.7 Fitness 其實本身就是美奈本身跟他有關係 甚至有人懷疑本身是否同一個老闆 另外 梅勒姊妹花佩南 跟詩南有份參與被指影響精情緒的哭想事件 出事當晚 暗會詩南開Live直播 澄清自己不是 令到她被網民罵爆 說她要割席 說她不負責任等等 事隔了好多日之後 就輪到姐姐佩南 亦都在IG出千字文回應哭想事件 並為詩南開直播一時就道歉 參與哭想事件的美奈成員當中 被指發起人的卡特 亦都在再之前出帖 也都承清已經離開了梅勒 另一個成員阿承 就澄清自己和阿禎一樣都是情緒病 會互相發信息支持鼓勵 而梅勒的老闆六豪子 阿陸志豪 至今仍然都沒有任何出帖 或公開有回應過這件事 雖然梅勒官方的IG宣布暫停營運 多謝粉絲十年以來的陪伴 亦都表示這件事非常抱歉等等 另外他們的官方網站 其實都已經關閉了 如果你現在上去梅勒的官方網站 你就看到404 什麼都看不到 所有的節目、內容等等 全面都關閉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不少網民都仍然是表示不滿 就留言認為老闆始終沒有表態 他就說老闆去了哪裡 現在還在潛水 至少都應該開過直播交代一下 頻道和藝人 這麼不負責任的都有 為什麼老闆不走出來說幾句 明明是十周年慶祝展望另一個十年 估不到是去到十年便停業 另一方面也有人留言 表示這件事發生了 即是一個美辣這麼成功的台 現在這樣就表示可惜 但當然大部分都是罵爆他們為主 在Facebook群組也都網民流出了一封疑似 是美辣的內部公開信 就由美辣的老闆六豪子所寫的 首先六豪子就說自己作為阿貞的朋友 對於他突然間離世感到非常難過 而且看到不少同事因為這件悲劇 而捲入公眾爭議 他都非常痛心 六豪子表示這十年都有不開心的時候 而他亦都輕視了負面情緒所帶來的傷害 造成了今次悲劇 亦都明白藝人們想澄清某些事件 但要在網絡上講清楚並不容易 呼籲大家不要再去爭論 尊重離開了的朋友和他的家人 最後亦都交代了美辣的去向 取消十周年的演出和美辣頻道的更新 藝人亦都可以自由自己決定這個工作和發展 即是說已經和一些藝人談好了 即是可以讓他們自己離職做自己想做的事 雖然宣佈了暫停更新 但網民罵爆美辣這個行動 亦都沒有任何受到影響 同時間網絡亦都爆出疑似美辣藝人的身價表 由拍攝劇情片 主持婚禮到出席活動等等 每一個藝人的收費都清楚列名 最高收費的都是以男藝人為主 包括加忠、豪迪、霍哥等等 以一至三分鐘的劇情片為例 三個人同樣都收十幾萬 至於女藝人方面 多姐的劇情片最高收費 十一二萬就和創辦人六毫子看齊 拍佛的叫價就是佩南最高 五分鐘以上收五萬 不過價目表亦都沒有表明有效的年份 究竟是不是2023年的收費呢? 還是之前呢? 甚至乎會不會是網民自己作出來就不得而知? 不過呢? 留得出來的話呢? 正所謂空月來風未必無恩 相信呢? 應該雖不中亦不遠矣 可見呢? 其實微辣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呢? 的確是吸金力 和那個受歡迎程度 亦都受到廣告商的青睞 今次呢? 發生這件事呢? 都可謂叫做一鋪清袋 不單止事件的男主角阿家中乃野 現在呢? 搞到整個台呢? 都要在短期內宣佈接賣 可以所見到呢? 其實這件事呢? 對於微辣的影響呢? 絕對是可以直接令他收皮 除此之外呢? 亦都真是叫做是非就一浪接一浪 其實微辣的新聞呢? 在這兩個禮拜裏面呢? 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 日前呢? 就有網紅叫做阿SONNAM 在IG就寫明 獨家爆料 就指出微辣被廣告商追溯 而且兩種更涉及違約 就說有合作公司 就指原定須於6月到期付款的工作 至今就仍然未找清 至電6號指又沒有人聽 另外他都爆料就稱 微辣已經看內部宣布遣散的員工 就說 微辣的員工已經收到通告被遣散 並透露 微辣文法已經向業主發出退租的通知書 在月底就終止這個租約 有記者去過微辣的總部 都有見過 基本上已經很多天都沒有開門了 我自己就覺得 既然都來到這一步了 一班藝人都走了 微辣呢? 再留在這裏 繼續做下去都沒什麼意思 既然呢? 負面新聞一羅羅 要罵就罵到夠了 即是他有多壞 之前的節目也有說過 但是始終都要解決 以及 亦都希望 阿六豪指 身為這個創辦人 亦都是大老闆 真真正正 叫做正正經經 走出來說一下這件事 不要潛水做縮頭烏龜 這樣的話 拖下去 始終沒有向公眾一個交代 亦都是辜負了過去支持了他這麼多年的粉絲 以及看開微辣的人 我覺得 真是男人的 就在這件事呢 清清楚楚交代一次 不要做一些潛水的行為 很多人就說 會不會有很多的人 在攻擊 吃花生 甚至乎去誣衊 既然你認為 如果有些事 你真的需要澄清的話 麻煩你自己走出來說 好過媒體 或者傳媒亂猜測 是不是呢? 大家聽到節目的朋友 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對於 微辣的 收工 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 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